深受僑胞們愛戴的 駐東方市總領事 溫耀貞夫婦奉調返臺 那麼東方市的僑胞們萬斑不捨 日前在僑營的臺灣美食餐廳 舉辦溫馨隆重的歡送席別晚會 僑借各社團踴躍參與之外 東方市日本會館社長也率團前來參加 一大部阿省省政府官員代表 也風塵仆仆趕來與會 期間各僑團也用心準備表演節目歡送 展現出溫總領事兩年多任期內的好人員 即將奉調返國的溫總領事 在任職期間與僑胞培養了深厚感情 東方市中華會館代表全僑 籌劃一場歡送晚會 所有的僑借社團及僑胞代表都率團參加 場面熱鬧溫馨 僑務諮詢委員顧丹辰 首先代表全體上臺致辭 感謝溫總領事的貢獻 溫耀貞平易近人與認真的做事風格 獲得不少僑胞的愛戴 中華會館理事長尤南炎也以主辦單位的身份 獻上祝福 在最近的所有的大小餐會中間 我們不管是中外的朋友們 對溫總的熱情 跟離別依依不捨的這種情緒 再再的表現 我們溫總這兩年四個月 在我們東方市 基里達伯瓦省這個地段 做的所有的外交成就 大家在離情別別依依的時候 所留下的一個不捨的眼淚 也都代表巴拉圭人民 以及我們東方市僑胞 對溫總所有真實的情感 也希望溫總調回國內之後 能有機會再調來我們巴拉圭服務 繼續他一些未完成的一些外交的志願 謝謝溫總這幾年對我們的所有服務 也謝謝他跟夫人所留下所有的情感 緊接著由溫耀貞抗力發表感言 溫耀貞真情流露 速度哽咽 無法言語 僑胞們也抱以溫暖的掌聲鼓勵 現場氣氛感人 隨後他也為顧海疆頒發 海外優秀青年獎章 並邀請顧海疆的父親顧丹臣 上台共享殊榮 除了中華會館理事長游南言外 巴拉圭台商會會長行曾傑 巴拉圭婦女會代表楊精一等僑團代表 也輪流上台製贈紀念品給溫耀貞 期間各僑團也用心準備餘性節目 每位表演者都使出渾身解數 讓整場晚會氣氛在先高潮 溫總領事抗力也引行高歌 把握與大家最後的相聚時光 會館精心籌劃安排的晚會內容勾起大家 對於溫總領事兩年多的任期間與僑借點點滴滴的回憶 溫耀貞抗力逐桌敬酒 僑胞也紛紛與他們合影 過去東方市有晚宴活動幾乎每次都是在溫耀貞的晚安曲歌聲中結束 主辦單位特別在此安排由溫耀貞抗力唱起晚安曲 向大家道別在溫馨又感性的歌聲中畫下圓滿句點 台灣宏觀電視林碩雁巴拉圭東方市採訪報導